把殘疾人推上去煽情的 然后那个殘疾人说 支持民进党 今年一月上贺龙夜夜秀 善效声帐律师陈俊翰 前央视记者王志安一席话 引来舆论踏伐 也因为来台目的与行为不符 遭禁止以观光名义来台五年 王志安不满提起诉院 遭到新政院驳回 在社群上剖出政院回函 王志安写下诉院被驳回 接下来要正式起诉中国民国移民署 这起诉讼不好打 显然是民进党政府 对我言论的报复 是一种政治裁定 违反两岸人民管理条例是借口 不过民进党团干部大力回击 事实上行政院不回夙院 说明直指王志安接受节目邀请 发表言论 非属王志安申请的观光活动 而移民署也回应接依法行政 中国人是来台 不得从事与许可目的不符活动 如果来台采访或是参与节目需求 必须依规定提出申请 根据台湾的法律 诉论之后 他当然可以去打行政诉讼 我们不会有特别的意见 在陈俊翰因病离世后 善效的王志安违反五国规定 还开呛 让人质疑当时斗欠 是否有真心反省致意 参生郭森实生台北采访报道